其实到底是不是防疫旅馆呢 是真的很难看出来 台中市现在还出现了非法的日租套访 伪装成了居家检疫替代住所 在脸书上面大打广告 就民众误以为是合法场所就会付钱入住 类似的个案 观光旅游局统计 说到目前是已经接到了17件的民众检举 其中有5件是已经开罚 违法业者要是屡次不改的话 还会被断水断电 我们在这里也要提醒您 其实合法的居家检疫旅馆 他们都是会有认证标章的 而且他们不会在网络上面打广告 在地址的部分也不会做隐藏 提醒您如果有需要入住的话 一定要看仔细 脸书搜寻居家检疫住处 出现好几个选项连结 点进去标题店名写居家检疫住所 房间介绍有分不同检疫房型 业者还在网页上强调有个人专用套房 含卫浴和口罩酒精等生活用品 但台中市府说合法的居家检疫住所 不会在网路上公开广告 尤其刻意不揭露地址的更可疑 网路上有很多的旅宿 他们只留一只手机 或者是LINE账号 也没有地址 也不敢直接告诉你 他有没有旅馆业登记证 这个都极有可能是非法的旅宿 网路找到的居家检疫住所 疑似就是非法的日租套房 观光旅游局统计去年接到民众检举 日租套房收住居家检疫 共有十七件 其中五件已经开罚最高一万五千元 记者根据网路广告的电话拨打 没有人接 记者在根据广告中 其中一张照片的憧憬发现 疑似非法日租套房 未装成居家检疫替代所的位置 就在热闹的逢甲商圈附近 住在二楼的妇人说她是游客 已经住了五六天 更承认刚回国在居家检疫中 而这栋大楼并不在市府合法的 居家检疫旅馆名单中 市府已经接到检举 将立即转开调查 只要确认该间日租套房 违法做居家检疫住处 就要开罚 屡次不改就会断水断电 市府也强调台中市目前有 二十五栋合法居家检疫旅馆 房间数足够 呼吁民众回国有需要 唯一管道就是打一九九九 向市府申请 千万不要上网路找 以免住到违法的检疫住所 造成防疫漏洞 华时新闻 熊木兰夏宇夜台中报道